这个传教士记录台湾的原住民 也是西大亚男主 所以他很特别 男子在战争的时候 不能跟太太站一起 如果怀孕的话 女巫会帮助他堕胎 等到战争结束才可以生小孩 结果这一个资料 甘致氏的资料就传出去 甘致氏很厉害 甘致氏的资料 第一次出现在哪一本世界名著 法义 就是那个孟德斯鳩 所以说台湾人很厉害 在顿法的精神里面就有 那他为什么要这样写呢 因为他说地理或者是社会结构 会移交法律结构 那他要献出他的博学 所以他各种资料都用 就用也用了这一个 好 再来看 根据这段资料 这是西大亚族 控制人口的方法 那现在的学者叫邵士博 他说这个是猎头战争 关系到本族的心理 就男生不能 因为如果战争失败的话 就完蛋了 所以你看NBA有时候也不希望 眷属跟他们一起移立 他会玩脚嘛 好 那所以怕激怒阻力 所以男女不能在一起 如果生了小孩 如果怀孕男生会担心嘛 对不对 所以不要生小孩 好 现在一个资料两种解释 找他哪一个 猪 这大考常常考 就历史解释的多样性 所以每一种都有他的看法 其实这个就已经大考的程度 我们再追问一步 请问有没有相近 哪位老师会 通通都给你了 哪位老师会 我们打个答案最好 试试看 我们要结束了 哪一个 哪一个 举手一下 有关系吗 奔托吗 哈哈 答案哪一个 蛤 快快快 哪一个 有没有老师要试试看 蛤 B哦 问什么是B 甘志士跟马尔萨斯都认为 生存压力很有影响 好 我们来看 甘志士 有没有 他有没有讲生存压力 没有啊 那又看到生存压力 所以他说 所以他讲到福祉的问题 都跟战争有关 所以他一概也跟部落的生存有这个意思 然后马尔萨斯有些也做了 是是是 马萨斯的理论 我们就会问 马萨斯讲什么 等比级数 等差级数 所以它跟战争有什么关系 没有关系 就是说其实人口太多 它意思就是节育 人口太多 就不能 就粮食就会少 所以战争这个时间 因为可能要用粮食 所以它就要节育 我们来看看是不是 但是说什么 男子福 男子福要只是描述个现象 对不对 他没讲理由 是那么对啊 好 来来来 所以哪个比较好 搞掉 搞掉 不好意思 来 哪个 哪个比较好 不得不得 下一点 谢谢 哪一点 哪一个 必根性的回忆 诸我 三者出生时代不同 所以习俗不可能相近 有没有相近的 有没有可能 时代有可能吗 答案哪个比较好 西比较好 你看一下 邵士博 其实我们可以问学生的问题 你觉得谁比较 他们两个 如果你是原住民 你比较喜欢哪一个 你喜欢的是马沙士还是沙士博 为什么 为什么 不要小看这个问题 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你知道那个叫做 那个莫纳鲁道导演是谁 贵德胜 贵德胜 贵德胜写了一个粗草 他说你到底肚子怎么解释粗草 因为我想把你变成 跟我的祖先一起供奉 我要拿你的头颅 让你加入我们神圣的团队 邀请你 只要你愿意投颅给我 哇塞 所以你看你懂 人家在想什么吗 如果你不去懂他在想些什么 这个社会一定对立 所以要对话 对话一定要知道他在想什么 那邵士博厉害 他发现 祖灵崇拜的那原住民这个很重要 同样的道理 但日式也是 女巫 女巫是执行这件事情 所以女巫当然对这件事情 有他的决定性的角色 所以很背后 因为他没有解释 有宗教上的因素 简单来说 我们今天我简单来讲 因为透过这样子的命题 我们按照课本的不同的章节 我们可以加减 来跟学生来一方面 当然从资料里面去找到课本的知识 所以题目其实有个方法 你也可以把课本弄上去 对不对 是啊 因为出版社会给你握的档啊 你也可以啊 请问你当然要设定看到些什么 不是吗 就不用你讲了啊 他就告诉你了 但如果你题目再设计一下 那当然这个教学 当然就更有挑战性了 再扣起核心能力的四样 其实我们 历史解释嘛 对不对 就是你看我们四样都用到了 从第一个时序开始 史料分析 历史解 历史理解 这样大部分跟那一种历史理解 和历史解释 那我们三个层次批诞 三个也都用到了 就是只要配合 大家可以加减看你学生的程度 来给予他需要的量 然后在某个单元里面 觉得学生的程度 你就给多方一些提议 我花多少时间你知道吗 不到一节课 我们已经讲完了 那这样我觉得不满意啊 你可以透过口头上 还可以再增加你所需要的东西 简单来讲 就是说老师贝特真的会比较辛苦 一开始会比较辛苦 但是你可以用永远 不管柯刚怎么变 我都不会变 不管版本怎么变 是不是 而且你这样子做的话 当然还可以配合议题 那你再加上一些图像 会让你的教学会有不一样 所以你来看这个 其实原住民 你刚刚那个曹永德不是讲说 原住民传说很重要 总要用个传说吧 各位关底 你要前后呼应嘛 前后传说 来 根据这一个传说 Gonaz lan lan di di Gonaz lan lan di Gonaz lan lan di 那个月形石柱 有两个兄弟 有没有 那兄弟叫什么 阿鲁布丸 我学生说他们为什么要石头 因为要阿鲁巴 这传说真的蛮有意思 来请问 根据这个传说 来答案来 哪一个 哪一个答案 你们举手一下好不好 这一题不难 你们拿位老师 举手一下 第二个 台胖 其实洪水传说 或大海传说 其实两个是同时的 原住民有个特色 就一直在搬 一直在搬 那他们里面 比如说有些大淹没了 然后就一对兄妹 就跑到山上 产生了后台 那是不是真的洪水 那如果你再把 配合这些资料来看 很可能他都在讲 漂流的故事 他们其实是一群人 乘着船来的 那有人顺利登上岸 当然就变成这个岛的著名 就是 但是被答案是B 简单来说 就是说 其实可以透过 我们周边的一些资料 可以给学生应该有 另外一种 不一样的刺激